哈喽哈喽,我是他掌 今天我们要来讲忍天堂 从Switch,We到超级忍天堂红白机 40几年来,忍天堂的游戏机包办了世界各国大人小孩几代人的童年 但如果我们去查看忍天堂的历史 就可以发现,它的创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889年 100多年以前呢 那个时候好像根本就还没有电吧 那在游戏机出现之前,忍天堂是靠什么赚钱的呢 今天这支影片,他掌就要带大家一起来看 从计程车、摩铁到婴儿用品 黑历史多的不胜美举的忍天堂 是怎么从零到有创造出如今的游戏帝国的呢 在我们开始之前,当然要来宣传一下他掌的新书 听他讲日本企业的经营秘密 东京顶尖行销人的产业观察 这本书集结了非常多日本企业高潮迭起 充满爱恨请求的商业故事 包括飞龙文具被强硬并购 里头有什么样的名争暗斗 郭台铭是如何痛打日本政府 将际遇已久的夏普纳入旗下的呢 Sony居然曾经濒临破产 而他们又是用了什么样的策略东山再起的 喜欢像半泽植树那样的商战系列作品的朋友 真的一定要来看看哦 1889年明治时期 日本民间流行玩一种传统的纸牌游戏 叫做Hanafuta花牌 任天堂的创始人山内房智郎看到了花牌的商机 于是就在京都建造了一间专门制造花牌的公司 商号取名任天堂骨牌 骨牌这两个汉字指的并不是中文的骨牌 它在日文里的意思就是指花牌 在明治时期娱乐并不多 一般民众大家都会玩花牌 但其实当时还有另一种特别的职业会更常接触到花牌 那就是Yakuza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极道江湖人士 当时的日本极道非常猖獗 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经营赌场 而花牌就是他们赌博的时候必不可少的道具了 为了防止有人偷偷在牌上做手脚 他们每打完一局就会把上一局的花牌都丢掉 重新开一包型的 因为有这样的习惯 当时的日本花牌的需求量非常的大 而任天堂骨牌也就因此而壮大了起来 1902年开始 扑克牌渐渐的从西方传进了日本 山内防治郎很快就抓紧了这个商机 抢先其他厂商成为了日本首家在地生产扑克牌的制造商 在物流还不发达的当时为了扩大扑克牌的通路 山内防治郎想到了与香烟商合作 除了因为香烟摊遍布圈日本通路非常广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 赌博的从业人士一般都刚好会是香烟摊的客群 这个策略证实非常有效 数十年间任天堂业绩稳定并持续成长 登上了日本最大兼指派厂商的宝座 二战后的1949年任天堂骨牌的第二代社长 山内积良去世了 第三代社长的位置由他的儿子 当年年仅22岁的山内部继承 当时的日本正面临高度经济成长期 产业发展蓬勃 各种发明如雨后春笋冒出 其中又以电视和薄清歌醉掳获人心 花牌和扑克牌等纸牌游戏的市场需求 开始渐渐的下滑 不仅如此 当时任天堂的生产方式 有很大部分都还仰赖人工作业 随着物价上涨 工人们都要求要加薪加饭 公司的收入没有变多 开销却不停的在扩大 任天堂的经营开始遇到瓶颈 面对这样的困境 山内部上任后马上果断的采取了行动 他向银行借了一大笔钱 在1952年建立了自动机械花的纸牌生产工厂 同一时间 他看到市面上开始流行新的材料 塑胶 他马上就想到 为什么不用塑胶来做扑克牌呢 于是光滑耐用 看起来又很高级的塑胶扑克牌 就这样诞生了 塑胶扑克牌的推出 让民众都眼睛一亮 尽管价格是普通扑克牌的两倍以上 但销量还是一飞冲天 成为了当时任天堂的长销商品 1959年山内普抢先别人 率先发现了版权 角色在商业上的意义 他推出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款的角色合作商品 卡通扑克牌 任天堂不仅先后推出了当时连载中的人气漫画 原子小金刚和铁人28号的扑克牌 后来还跑去美国 直接杀到迪士尼总部 要到了米老鼠的版权 推出了米奇的扑克牌 同时山内普还为这些扑克牌 拓展了全新的通路 文具店 在过去扑克牌给人的印象就是赌博 购买层都是大人 所以一般都是放在大人才会去的通路 任天堂会想将扑克牌放在文具店 就是希望让小朋友们可以接触到扑克牌 使扑克牌的性质变成教育家庭用品 如此来扩大扑克牌的市场 任天堂成功的开发出了新的商品 准备了新的通路 那当然还需要一个令人眼睛一亮的宣传 在那个电视机根本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 山内普选择了投放电视广告 彻底的体现了什么是创新 迪士尼的扑克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推出三年后就卖出了150万套 1960年到1962年的两年内 他们的销售额从3.8亿日元暴涨到8亿日元 任天堂扑克牌市占率达到70%以上 可以说是垄断了整个市场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他们的股票成功的上市 任天堂成为了日本驱止的一流企业 如日中天的任天堂在纸牌业界呼风唤雨 但接下来的发展却令大家都傻眼 任天堂开始了他的多角化经营 做起了计程车磨铁的生意 甚至还推出了任天堂泡面 任天堂咖喱 任天堂营印机 任天堂婴儿车 纸牌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开始搞起这些有的没有的呢 原因就在于山内谱去了一趟美国 那次的旅行 他去参观了全美最大的纸牌制造商 美国扑克牌公司的工厂 一般我们去国外观摩产业顶尖的公司 都会觉得 哇好先进啊 要向他们学习等等的吧 但山内谱却有不一样的看法 他看到人家国外超大规模 机械化的纸牌生产工厂 他的感想是 啊就这样哦 山内谱心想 呃原来纸牌做到世界最大 也就是这样的程度而已哦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下定决心要摆脱纸牌 任天堂要变成一个 不再只靠纸牌的公司 因为有这样的想法 他将公司的名称 从任天堂骨牌 改成了现在的任天堂 并开始以扑克牌赚到的钱来探索 拓展各种事业 只是这些事业 一个一个都没有得到正面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拓展新事业是非常花钱而且耗体力的 1965年任天堂的资金已经开始见地 卖不出去的库存也压得任天堂喘不过气来 他的股票分红日渐减少 投资人也开始失去信心 大家都在想 难道任天堂就要完蛋了吗 的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位挽救公司的超级天才 这位天才叫做横景君平 大学学的是电机工学 毕业后 因缘机会下进到了任天堂来当打杂的 但因为工作实在太闲 上班时间他就开始瞎混 用手边的材料 自己动手做了一些玩具来杀时间 某天山内谱社长经过他的办公室 看到他在那边摸鱼就说 哎你来我办公室 横景硬着头皮进去等着社长开骂 没想到社长却说 你把你那个玩具做成商品吧 就这样1966年 Ultora Hand超级手玩具正式发售 他的构造其实很简单 就是小时候文具店都有卖的 可以生长又缩短的玩具 横景事后回忆说 当时社长要他把玩具做成商品的时候 他很尴尬的回答 这个我用来杀时间做的破玩意儿 怎么可能卖得出去啊 但是结果却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 当时的日本玩具能卖过10万个 就已经算是很厉害了 但是这个超级手却卖出了 奇迹的140万个 为任天堂的业绩带来了极大的贡献 山内就将发现了横景的才能 并且还特地为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署 叫做开发客 横景如鱼得水 开始着手开发各种新玩具 每次推出都大卖 俨然成为了任天堂的王牌玩具开发王 像这款Ultora Machine超级发球器 Ultora Scope超级前望镜 LABUTESTA爱情测定器都是非常有名的商品 现在在日本的二手平台 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找得到 山内普一边庆幸公司的业绩终于好转 一边看着手边这些没有什么实际上的作用 但却有趣好玩 为一般民众带来了愉快的时间的商品们 他的心中默默的做下了决定 他想既乘车食品办公用品 任天堂至今已经走了太多圆网路 但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天职 往后任天堂要专攻娱乐产业 任天堂要成为一间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公司 时间来到1973年 这个时候的日本正在流行打保龄球 而任天堂这边也终于开发出了 他们的第一款电子游乐机 这款电子游乐机是属于在店里玩的那种 大型游乐机台 内容是雷射枪的射击游戏 任天堂找了便面开了他们的第一间游乐场 开幕当天就吸引了各大媒体过来采访 游戏体验有趣新颖也赢得了民众们的广泛好评 消息传出之后 因保龄球乐潮渐渐减退而开始在伤脑筋的各大保龄球馆 都打电话给任天堂说希望能购买那个游乐机放在自己家的保龄球场来吸引客人 游乐机一台的定价是400万日元 巨大的商机就在眼前 任天堂果断的投下了巨额的资金 提升工厂技术 大量生产机台 本来以为从此就一路安泰了 结果石油危机发生 世界经济动荡 日本的景气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保龄球馆接连倒闭 娱乐产业萧条 任天堂大量的机台严重滞销 当时一年利益只有4亿日元的任天堂 最后竟然负债了50亿日元 之后好一段时间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经营状况之中 但是任天堂嘛 总是有办法扭转劣势 起死回生 某一天社长的司机请假 王牌开发王横景均平就代劳 开车送社长山内府去外面开会 路上横景就随便跟社长聊天 他说 我那天坐新干线的时候啊 看到有一个上班族在玩计算机耶 如果有一种游乐机是像计算机那样子 可以在手上玩的 感觉应该会很棒 山内府随便听一听 下车之后就按照行程 去跟当时夏普的社长 佐伯旭开会 开会途中 两位社长彼此寒暄闲聊 山内府就跟佐伯旭讲起了 路上横景提到的那个点子 身为日本计算机制造大王的夏普 当然不会没反应 左博社长一听完马上说 哎很赞耶 我们赶紧来一起开发吧 就这样 横景开发出了日后所有掌上游乐器的祖先 Game Underwatch 他的概念就是可以玩游戏的手表 本来是想让坐电车通勤的上班族 可以有个消遣 结果因为实在太好玩了 Game Underwatch受到各个年龄层的广泛欢迎 成为了人气商品 从推出到停产 系列作总共出了60多种 卖出了4340万台 成为了任天堂的经典之作 横景君平又再一次的救了公司 Game Underwatch大红之后 任天堂继续摸索 开发下一个新商品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天才 大金刚 马力欧 萨尔达之父 公本帽 终于出现了 1977年 从金泽美术大学毕业的公本帽 以设计师的身份 进到了任天堂的大家庭 刚开始 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设计宣传海报 或是大型游乐机台的外壳图样 因为也是闲闲的 所以横景君平就邀请公本帽 过来一起开发游戏 某天横景跟公本说 公本君你画一个新角色来给我们瞧瞧啊 公本马上拿出纸笔开始发挥 这个新角色 他穿着蓝色的上衣 红色的吊带裤 鼻子下面留着两座大胡子 没错 就是现代的马力欧了 两位天才聚在了一起 首先开发出来的 就是名流青史的神作 1981年推出的大型游乐机台 大金刚系列 独树一格的角色设计 和刺激有趣的游戏体验 很快就在日本掀起了大金刚旋风 这股风吹到了西方 让美国人也趋之若鹜 保龄球馆倒闭潮时 任天堂手上的不良库存机台 总共6万台也全都卖了出去 横景和公本的牺手阵线势如破竹 1983年世界的游戏史 迎来了巨大的里程碑 家庭电视游乐器 Famikon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红白机 诞生了 本来只有在大型游乐机台 才能玩的大金刚系列 被做成了红白机版本 在家里就可以玩 1985年史上的最经典 玛利欧兄弟问世了 隔年萨尔达传说正式发售 神座接连诞生的任天堂 人气大爆发 业绩扶摇之上 走了很多心酸冤枉路的任天堂 终于迎来了他的黄金旗 1988年 随着勇者斗恶龙三的诞生 红白机的热潮迎来了顶峰 促成了民众在游戏发售当天 特地请假去排队购买的社会现象 长长的人龙在媒体上被大肆报道 红白机变成了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重要存在 产业繁荣 就免不了竞争 同一时间 任天堂的对手们 各大公司也都开始推出他们的游戏机 NEC的PC Engine Sega的Megadrive 渐渐展露头角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任天堂势必要有所作为 1989年 恒景军平带领着他的开发部 投下了一个新的产品 那就是Game Underworld的后继机种 同样有夏浦参与的Game Boy 在那个年代 日本的电视游戏机都已经是彩色画面了 但当时任天堂的Game Boy 却是单调发位的黑白衣经 当时消息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看好 像内部社长在日后受访时提到 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说 任天堂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但是Game Boy最重要的价值是在于 随时随地都能玩 不管你是在车上还是在飞机上 在海边晒太阳 还是在山上看风景 不管什么时候 在哪里都能尽情的享受我们高品质的游戏 我们认为只要能实现这个价值 不管是黑白还是彩色 全世界大家一定都会想要买我们的Game Boy 确实就如社长所说 Game Boy人气之高 卖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推出后至停产总共卖了一亿一千万台以上 同一个时期 Sega推出的掌上游乐器 一斤荧幕全彩漂亮的Game Gear 因为体积庞大 电池续航力严重不佳 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 最终只卖了一千万台 Game Boy发售后隔年1990年 红白机的后继机种 Spa Famicom 超级任天堂发售了 超级任天堂从画面到处理速度 都比红白机更上了一层楼 跟主机同时发售的游戏软体 经典作品《超级玛利欧世界》 也在全世界狂卖了两千万份 1993年 任天堂已经变成了总销售5600亿日元 经常利益1600亿日元 市占率第一名的巨大企业了 当然商场如战场 快乐的日子总是不会持续太久 1994年12月 游戏市场上出现了一只巨兽 没错就是Sony的PlayStation 关于PlayStation 其实任天堂跟Sony最先是存在合作关系的 碍于影片时长 任天堂跟Sony的战争 我们就有机会再来另外详细讲 总之之后合作破裂 Sony自行推出了PlayStation 初代PlayStation不仅性能好 第三方游戏阵容充实 它的价格还比超级任天堂便宜 再加上Sony优秀的行销策略 任天堂被打得无法招架 结结白退 为了挽回劣势 任天堂在1996年6月推出了演算能力更加 性能大幅增强的新机种 任天堂64 但这个时候 PlayStation已经因为有最终幻想 和勇者斗恶龙等强大游戏的支持 人气扶摇之上 炙手可热 最后任天堂64卖了3290万台 而PlayStation卖了超过1亿台 时间来到了2000年 Sony推出了PlayStation 2 可以作为DVD播放机的PlayStation 2 市场反应极佳得到了巨大的反响 在全世界卖出了1亿5千万台上 任天堂的山内部社长面对这一切市场环境的变化 比起自家公司的业绩 令他更担心的是游戏产业的未来 社长说 游戏产业现在都把精力和时间花在互相竞争游戏动画的魄力 去打造画面的精细度 这种对画面的过度追求 会需要消耗大笔的资金 游戏开发商根本撑不了多久 这样的模式很快就会垮掉 而对消费者来说 游戏厚重精美 但却失去了本质 这些都只是虚有其表 最后消费者一定会渐渐的离开 我们应该要一心一意的聚焦在创造新的乐趣上才对啊 山内社长很想在像以前 GameWatch或是GameBoy的时候一样 找回任天堂在娱乐体验上的创意和革新 但当时他已经高龄70了 实在承受不了 他决定要将这个重要的任务 交给下一任接班人 燕田聪 新社长 盐田聪是城市设计的天才 大学毕业后 先是在一间 名为Haru研究所的中小企业 当游戏软体的开发工程师 那时候任天堂的红白机才刚推出没多久 盐田聪对红白机这项新发明非常着迷 就跑到任天堂自告奋勇的说 请让我们Haru研究所帮红白机开发游戏吧 后来 盐田聪就开始帮任天堂做游戏开发 先后推出过高尔夫 弹珠台等等的游戏 现在也有的星知卡比 也是他们创造出来的作品 后来 Haru研究所因为泡沫经济崩坏 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 任天堂的山内社长觉得可惜 就表明愿意经援他们 但前提是 希望Haru研究所的社长可以由盐田聪来担任 当年年仅33岁的盐田聪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当上了社长 事实证明山内谱的眼光真的不是盖的 盐田聪上任社长后 很快就发挥了他的经营常财 在仅仅6年的时间以内 把Haru研究所15亿日元的负债全部都还清了 山内谱实在赏识盐田聪 后来就说服他直接进到任天堂 并且在2000年时将社长的宝座传给了盐田聪 当时游戏产业的竞争非常的激烈 各大公司互相较劲 就如同山内谱所预测的 游戏厚重精美 越做越难越做越复杂 一般人根本不会想要去碰 游戏变成了少数珍爱游戏迷专属的娱乐 游戏人口也渐渐的越来越少 盐田聪觉得游戏的乐趣不应该如此设限 他决定要创造出一个男女老少 全人类都可以开心玩的游戏世界 不管其他公司怎么样 这才是任天堂游戏应该要有的样子 在这样的想法下 2004年盐田聪推出了任天堂DS 任天堂用亲民的触控萤幕操作和声音辨识系统 去代替复杂的手把按钮 让大家都可以简单打开心玩 事实证明盐田聪的想法是对的 任天堂DS在全世界大受好评 销售数量超过1.5亿台 除了掌上型游戏机以外 他也致力于开发家用游戏主机 严田聪叮嘱开发团队 不准你们去提升主机的性能 当时PS3标榜HD可以看蓝光还有7.1声道 严田聪说 任天堂去跟人家竞争这个根本没有意义 我们反而要追求的是省电、静音 适合每个家庭的主机 在操作上 我希望能实现像电视遥控器那样 大人、小孩、爷爷、奶奶都能用的 能用直觉、轻松玩的体验 是的 这就是2006年发售 造成全世界大热狂 任天堂的经典杰作 Wii Wii后来在全世界卖出了1亿163万台 在当时是刷新了任天堂历代主机的最高记录 Wii的出现 让过去根本没有接触过游戏的人群们 也愿意卷起袖口来尝试体会它的乐趣 任天堂DS和Wii的机器里头 其实都没有什么厉害的高科技 它里头用的 都是当时已经很普及 广为人知的技术 任天堂说 就算是到处都看得到的不起眼的小技术 只要我们改变视角 以创新的方式去运用它 就可以衍生出很大的价值 这是已故王牌开发王横景均平提倡的概念 他将其称之为淘汰技术的水平思考 严田聪充分的吸取了任天堂百年历史的精华 并且为他创造了下一个辉煌的时代 2009年任天堂已经成长至了总销售一兆八千万 经常利益四千四百万的巨大企业 虽然连续打出了两支大大的全雷打 但是在那之后智慧型手机渐渐普及 任天堂遭到各大厂商包夹 竞争依然激烈 实在不能松懈 就在任天堂还在迷走推出3DS和WiiU等等的商品的时候 2015年社长严田聪因为癌症而过世了 严田社长的离开不仅让任天堂失去了领袖 也让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任天堂粉丝难过不已 幸好严田社长在过世之前就已经为任天堂的未来铺好了路 2017年任天堂Switch发售了 任天堂Switch是任天堂百年历史的极大城 它结合了至今所有主机的优点设计的面面俱到 让它可以适合各种人群各种使用场景 任天堂Switch收获了极大的成功 截至去年年底已经卖出了1亿2255万台 成为了任天堂史上最畅销的主机 本期的会员福利会延伸这个主题介绍任天堂的神对应 少年被宣告活不过15岁 得知此事的任天堂采取了什么样的行动 让全世界大大的感动哭成了一片 现在他每天的生活最期待的就是能够玩到 萨尔达传说系列的星座《旷野之席》 但最近他的心脏状况越来越糟糕了 医生说他的心脏已经支撑不了他的身体运作 有很大的几率他会在游戏发售前就离开我们 频道会员请在福利专区播放清单 换右上角连结观看 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